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逆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就讲讲刚刚发生的一件搞笑事情 就试完,因为七天了 所以在澳洲也有庆祝活动 庆祝用引号,其实就是柴台 我就收到一个信号 叫我去帮拖 原来有帮黑暴仔支持者 就想着有一个纪念活动 就是悼念香港淪陷25周年 及烈士梁建辉先生 流水式悼念活动 就在我们布里斯坊 King George Square 就在星期五就开始举行 顶他呀 之后发了很多信号来说 要人呀要人呀要人呀 叫我去呀 当然我是 说话不去,我自己静静地看一看 顶他,原来只有一个人在举牌 举牌呢 他们上面写着什么呢,就是共产党已经 是呀,辣帝在香港了 澳洲就会成为下一个地方了 当然了,上面还有 那位 梁建辉,梁建辉记得是谁 即是 维他奶事件那个 当然了 这个真好笑 这样也叫烈士 哎,真是没脑 那 总共有三块 大的笔牌 只有一个人举牌 其他的磨碌呢 好像很害怕被人见到他 是不是因为太丑 当然了,我在远端处就观察了 那最搞笑呢 我们这里就连落八日雨 所以这么少人都是正常的 而且你星期五就是我顶你呀 喂你 你又 星期五早上搞到星期五下五六点 又下雨 又冷 又湿 哎呀,谁理你呀,好心理啦 当然了,那个人 信念也挺强的 我看到他 我真是在附近吃饭 等到他真的站到六点 哈哈 当然了,这个组织我都觉得是 挺搞笑的 相似,我都说过 他们 就是612的时候 就是跟其他比较激进的黑暴仔 就是 那位人兄就自称真的上过前线 就双叉他们说 蛤? 正是懂得搞和平集会 有刹下用吗 在澳洲应该要激进一点 结果 在到 后来就这个狗咬狗骨 都挺搞笑的 其实7月1号 亦有很多 人士 接受了 澳洲的 王回访问 好像有些所谓的学者 他就接受了澳洲的王回的访问 SBS很多人眼中都是 澳洲王回的 我经常说他是澳洲版苹果日报 其实我也是没错的 这个澳洲王回就说 25年前的今天 在香港 有几万人 在 雨夜聚集 庆祝香港回归 这个 将会永远改变这座城市的进程 当英国在一国两制的政策 承诺之下 将香港交给中国的时候 有香港人感到悲痛 亦有香港人 觉得是一个 伟大的机遇 香港那一刻 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 就是 这个移交典礼上说 现在 香港将会由香港人自己管理 这个是他们获得的承诺 亦都是 不可更改的使命 当然了 后来 又是访问了这个磨碌 就是这个Eric Lai Eric Lai 来自 美国 现在 就是值得悲痛的 他就说 大家希望一国两制可以帮助香港实现全面民主 维护法治和司法独立 根据基本法最终香港人 可以选出自己行政长官但是现在未实现 并且在2014年的年底 就触犯了 这个叫 雨傘运动 另外他就说在2020年6月30日 国安法就通过 可以以分裂 颠覆恐怖主义或者 和外国势力勾结等等罪名作出拘捕 他亦都说多名议员记者 社运人士和市民已经被捕了 因为国安法 七一 其实 已经是没有反对派的了 他们不是狼当入狱 就是自我流放 其实他们是可以选的 不可以选的 一起就被取消资格 雅黎恩浩这位磨碌学者就说 国安法 对民间社会和 和个人造成强烈的汗线效应 但是不是 我看到什么 皮尼晚报 林康镇 依然都可以做到节目 还有花膠台都没事 他亦都说 几十个民间组织 自动解散 因为他们新有K 担心 有二十万人 透过 举报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 被人举报 那有捉多少个 那些暖差举报 他是不会 理你的 应该说他会 小过的 顶你 他亦都说 北京实施国安法推动新一波的香港人移民潮 这个和97 移交政权之前类似的趋势 就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黎恩浩亦都说 国安法以模糊的法律 述与扼杀民主 违背了二十五年前一国两制的承诺 他就说 和二十五年前相比 现在的生活方式 是戏剧性的转变 都会在中共统治下 未来这些自由可能变得更加严格 他就说未来可以预见自从回归之后 大家 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将会慢慢消减 当然 他亦都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彭丽媛 就是去了香港 这个是他们五年来首次访港 习近平 昨天就由深圳高铁乘坐专列抵达香港 并且在车站发表 简短的演讲 就说过去五年一直牵挂着香港形容香港经历了 肉火重生 只要坚定不移 坚持一国两制香港未来更加好 这句话有什么错 其实 不过有个磨碌就叫彭定康 彭定康这个千古罪人 现在 对英国和中国多年前 目前达成的共识感到遗憾 你当时又不L做事 最恨这些人是你 你都松开香港的螺丝 其实他最近亦都说 中国 撕毁中英元合声明并且 是报复性地 试图全面剥夺香港民主 如何报复 报复香港 有什么好处 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报复香港有什么好处 他也说 因为那些是自由 他们 不真实自由 亦都要威胁香港的自由 他们觉得香港的自由 就是对中国的 大陆的安全的威胁 亦都是对 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但是彭定康 就很坚定地说 英国并没有背叛香港 为什么不直接给 真正的英国护照 他就说 无论我们在97年之前做了什么改变 都不可能影响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年任之后的处理方式 另外这个人 任建峰 这个是香港 前政治组织 是叫 好像叫 法政会司 因为他有澳洲籍的任建峰 他就说英国绝对是辜负了香港 这个 都说得对 英国绝对辜负了香港 当香港回归谈判时 伦敦和北京就将香港人 是 排除谈判之外 他就说 虽然截止到 5月份英国政府透露已经是接收了 12万份来自香港的移民申请 但是任建峰就说 英国移民 始终都很难移民英国始终 比不想在香港 安全自由生活 这个对于香港来说 是第二选择 为什么当时不直接给全部 香港人英职 哈哈这个又对 和我说一样 他继续说 我们大多数香港人更加愿意留在香港 在那里安居 在那里谋生 创造并且是继续建造繁荣的城市 为什么当时 中英谈判 没有香港人份 这个 本来我很恨这个人 但是他觉得 又对 为什么不让你们 谈判 你们伟大的英国 BNO 组国 不让你们谈判 顶你 当然 这些黄台 当然是访问了其他 香港人 好像 有位香港人叫Thomas 他就说 来到澳洲的第21年 说起当年 去澳洲求学 他现在慶幸自己做出的选择 Thomas 在香港度过了整个九十年代 他就向 SBS说 他记得1997年 香港主权回 移交那阵的情景 他就说当他看到回归前后 中英双方之间几乎日日 在护马 就好像老平 就骂彭定康是千古罪人 当时还不理解 但是来到澳洲之后就很理解了 是不是呀 香港的制度和文化 之前和澳洲几乎一模一样 错 这个是错的 澳洲是一个真正白人 延续英国的社会 这个绝对是错的 我都说了我们有 那些小孩 很多东西是延续英国的 好像service 每天对于 这个军队 敬礼仪式 这个有没有 没有 NZ Day 都没有香港的 港英旗 他也说回归之后 就 无可避免地越来越似中国大陆 他也说 这样的价值观 就无可避免地产生差异 他觉得 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在排斥着这种制度 担心会被大陆化 他们会移民 其他 前英联邦国家 好像 澳洲加拿大 然后美国错了 其实是美国 加拿大 两个多点的澳洲 是难点移民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Tomas就见证了自己 身边几波移民潮 就说自己 在 特殊的历史事件当中 真的看了很多东西 他就说 一个就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 本来香港一些民主派和北京的关系很好 89年之后 其实 已经是变了 另外1990年6月4日 他小学三年班 就放暑假 校长把所有小学生 放到去礼堂 严肃地说 今天我们是沉痛悼念 一年前离世的北京同胞 其实这些事 你自己都未 你校长都未搞清楚当日的事情 就说悼念什么悼念 其实我觉得都是不负责任的 他就说 在他眼内香港一点点变化 1997年时 Thomas 97年时他在读中学 他就说香港一夜变天 并没有被他很直接的冲击 他说当时很平常第二天 英国国旗就变了新红旗 以前我的学校上面有皇冠 然后 九月份之后就没有了皇冠 但是校名都是没有变 都是 还有queen的这个词 相比之下 2003年非典 和 2008年金融风暴 就令他印象深刻 2008年、09年的时候 香港人尤其是 年轻人一直要求普选 这个是 基本法的 承诺 到了那时 很明显北京就不肯 因为一旦这样更加难以控制香港的民意 矛盾就越来越累 直到2014年就出现了占中事件 对于Thomas来说 19年 和2019年到2020年一系列事件 简直是一个震撼弹 他就说国安法颁布之后 大家都不敢出声 他有很多香港朋友 尤其是有 小孩子的朋友 基本上移民了去英国 亦有些去 澳洲和加拿大 这个都是现实 有些人真的走了 2020年6月 香港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后 英国政府就宣布 允许BNO的5加1签证 澳洲亦在2020年7月宣布 设立 所谓的 Hong Kong Streams 这是特殊签证 以一个很低的门槛向香港学生 还有持有临时签证的毕业生 还有技术工人提供永久居留权 这个是真的 我有朋友真的拿了 真的拿了 是方便了 向香港人走得方便 英国内政报亦都说过去一年 有超过10万4千人 继续申请BNO 5加1签证 另外 亦都有位 人士 叫做小刚 他说十年前小刚 背着大包细胞的行李通过香港海关市 他就认为 自己到达了心里的理想之城 亚洲金融中心 民主要塞香港 应该是一位内地人 我相信 真是的 他就说 他来自 中国南方小城市 曾经在香港第一学府 香港大学就读 现在 小刚是放弃了在香港 的永居权 来到澳洲成为一名工程师 对于他来说 香港印象一直是国际金融中心 是一个和中国大陆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来到这里 都希望期待一个更加 叫做 华阳杂柱的环境 他就说对于他来说香港不是西方亦不是东方 就是香港 十分特别 他亦都说 当听到武校的 一个标志国伤之柱被 移位的时候 整个人就好像 是贪淡了 觉得很惨 其实有什么很惨 这个东西真的这么好吗 说真的 对不对 另外 他就说国伤之柱是由 丹麦艺术家 高智活创作的 是纪念六四的 从1998年 国伤之柱一直 立在 这个 香港大学里面 201年12月 深夜就被移走 他就说雕像被移走的时候 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并不会对香港民主运动或者社会氛围 影响 有任何东西 但是一个象征性 很搞笑 他说没有影响 但又说象征性被移走 其实 就会令他思考香港是否变得更加好 对于他来说19年是一个分界点 他 亦都是 他当然是说反送中 当然就是 反对 逃犯修定草案 就是这个运动 修例风波 我们经常说 他就说目睹了整件事情 作为香港普通人 即使不关心政治 生活也受到影响 是呀是呀 那些黑暴仔倒露 生活受到影响 他曾经 因为冲突 导致 被 限制在家 甚至房间都闻到这个催泪烟的味道 国安法一颁布 政界不同阵营的人士 就已经 分裂了 有些人就走 有些人就坐牢 他就说表达空间被收窄 更加 是某一方面的言论 受到 宽容对待 即是他指 我认为是指激男 小江就说 看到本土派的言论受到打压 你也挺好笑 自己都是大陆出生 但本土派 都经常是 歧视大陆人 他就说不符合当局的言论 就很糟糕了 当然我们看到 之前香港大学 是有一份调查的 2020年 香港的移居指数下降了 但是2021年 他又回升了 所以这件事 都证明了 其实现在是疫情 我觉得过一段时间 很多人就会回归香港 我自己有些人 想去香港做生意 去香港 生活 去香港 买东西 都应该会有的 应该也会有 当然 现在 因为澳洲的天气不好 你这些黑暴子还出来 黑暴子支持者 就不是黑暴子了 你们 还出来搞示威 很难是有人认同 那么冷 其实很多西人都是一片好心 觉得你这么惨就签个名字 最后他有一张签了名字 我是夹了夹 我当然 当然是说自己不识字 所以没有签 有十几二十个人 你由早上六点站到夜晚 六点都只有十几二十个人 还有 还有只有你一个举牌 当然你勇气可加 但是 其实 这些事情 过了 就是会过了 越来越少人来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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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